小美好久没有更新华为妹的40pro的一个行情了啊 虽然这款手机上市了两三年 但是依旧受到大家追捧啊 今天就帮两个粉丝同时拿了两台素皮的啊 他们要求比较高都要98星的 一个是送给他小孩 一个是送给他老婆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外观到底怎么样 来 这两台都是我们在市场精挑戏群了 挑了一两天才帮人挑群到了 大家也知道这款手机上市两三年 能挑到这种橙色也是比较难挑啊 这个素皮的没有任何脱皮的情况啊 看下的摄像头最高支持是个五千万像素的啊 拍照也是可以的 我们以这台夏日服务员为一的吧 没有任何颗缝华音 冰框也是嘎嘎亮的啊 像这种水珠非常饱满 也是没有打过膜 也没有换过屏幕 卧槽 这有华音 不看 这是可以擦掉的 水珠饱满 干干净净 他的屏幕是采用6.76英寸那个微曲面啊 幅度不是很大啊 展示一下他外观还是非常的帅气啊 看一下他的配置啊 关于手机 华音mate40pro an 就是5G的一色啊 al 是4G的一色 在这里分并4G5G 8加256啊 采用了麒麟9000的绝版处理器 5nm的工艺制程啊 他电池是采用了4400毫安的大电池哦 反映速度虽然上次两三年啊 反映速度一点都不卡顿 非常的湿滑啊 湿滑流散啊 像这种树皮的啊 比别的颜色要贵100市场拿是三千亿啊 别的颜色市场拿是三千 如果还能接受那种磕碰的 可以少个三到五百啊 因为他们这个是送人的 所以说要成色比较好一点的 如果你预算3000多啊 想买一款华为的旗舰手机啊 这款手机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因为这款手机不管他的拍照 屏幕 还有他的信号电池 可以说在3000多的价位是 非常不错的一款手机啊 因为我自己也体验了一年多啊 这款手机确实是非常的好用啊 好 今天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哦你怎么样 太好了